請請請 接下禮物 他是長澤亞美 也是今年的台灣觀光石像代言人 在家鄉辦記者會 要告訴日本人 台灣到底有多好玩 連續兩年拍代言影片 他也跑了不少台灣景點 北中南跑透透 他的最愛就是這三個地方 台中的高美濕地 馬祖的藍眼淚 跟北部的毛孔 原來是把台南的溪谷濕地 跟台中的高美濕地 不小心搞錯了啦 不過他最愛的伙伴又是什麼呢 想不到吧 就是這種古早味的酸梅麥芽糖 跟烏龍奶茶粉 可以沖泡隨時都能喝 茶茶茶也是啊 台灣人的日常 變成日本天后的心頭好 連續兩年推觀光 長澤亞美玩得更深入 也更具說服力 TB也新聞 兩男彭志宇台北報導